好,各位在場朋友大家好 我是義慈,然後現在是大二而已 然後我是主修法文 我是法文系的學生 好,那一開始我就覺得要破冰一下 好,這幾個國旗 有人知道他們是哪裡的嗎? 一個人說三個 說完有那個小薑品 有人知道嗎? 還是覺得都沒看過? 好,看起來大家都不知道這是哪裡 好,這邊 這個應該大家都知道是南非 然後這個是史瓦基蘭,台灣的邦交國 然後這一個呢是約旦 就是有駱駝跟沙漠的約旦 對,然後這兩個真的是超級少見 好,這兩個都是在中東的國家 這個叫做阿曼,阿曼蘇丹國 然後這個叫做巴林 對,這是我們這一次有出訪的國家 然後還有一個隱藏版的國家是杜拜 就是我們最後有到杜拜待了一小段時間 好,那就先講一下我的求學的過程中 有什麼比較特別一點點的事情 好,前面三個算是我在高中的時期 比較特別的經歷 那第一,我覺得我很感謝我的高中 我是讀永春高中 就是這附近在象山上面 然後在高中的時候 其實我讀了三間學校 就是用短期的交換的這種名義 我到史特拉斯堡的國際高中 還有到新加坡的國家初級學院 就是我們都有不僅是交換到那邊 然後有實際在當地的學校讀書 然後並且住在他們的技術家庭裡面 對,然後所以在高中的時候 算是一個活躍的人 所以畢業的時候就當了畢酬會主席 然後第一次就是單期任務 辦了學校的一場畢業典禮這樣子 然後高中的時候 除了國際交流以外 然後我也很喜歡參加志工的活動 因為我是基督徒家庭 所以小時候在教會就會有機會到一些 可能醫院去唱歌 然後陪伴病人等等的 然後在高中的時候 我還去過宜蘭的監獄 然後還有醫院和一些比較偏鄉的國小 去那邊服務 然後還有我也很喜歡自助旅行 因為就是我姊姊剛剛她有介紹過嘛 讀美術的那個 然後從小就是會跟家裡一起去自助旅行 然後爸爸就是可能到一個也沒去過的國家 他就會租一輛車 然後就是開車帶我們到處玩 所以可能有點遺傳到她的那種愛冒險的個性 所以我畢業 高中畢業之後我就在想 我可以把我很喜歡的志工服務跟自助旅行結合 於是我就開始了國際志工的一些行程 像高中剛畢業是剛好世界展望會 她有一個很棒的一個營叫做世界公民營 她就帶著我們一群可能青少年 然後我們就到外蒙古去 去看他們在當地的孤兒院啊等等的 然後2014就是大一的時候 然後我就到了印度的崔斯之家 那是德雷莎兄女所創建的一個可以讓各國的志工到那邊服務的地方 然後像其實我之前有像這種類似的分享 其實主要都是在講去印度的經驗 可是這次比較特別是我在大一的時候參加徵選 然後成為中華民國今年的外交部國進行的大使 所以今天的分享會主要著重在這個計畫 讓大家認識這一個特別的出國的管道 好 然後其實我也是個就是愛運動的人 所以我從小開始練跆拳道 然後在小學的時候就拿到黑袋 然後中間有停一陣子 然後大學之後又被抓回去校隊開始練習 然後所以我現在是學校的女子的校隊的隊長 所以我也是就是除了這些以外也有別的興趣 對 好 那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計畫 他的主辦單位就是外交部 所以他的資金來源就是國家的經費 那徵選對象我相信在場應該相當多的人 都是符合資格的 只要你18歲到35歲 然後是在學學生 不管你是大學碩士或是博士班的人 都可以參加徵選 然後會錄取128個人 然後組成8個交流團隊到不同的國家去 好 那徵選流程其實相當複雜 而且也有蠻高的成本 那分成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初選 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初選你只要有很基本的報名表 然後自傳和學校老師幫你寫的推薦信 你就可以丟丟看 然後基本上這一個階段我覺得 只要你教的東西沒有出錯 基本上會過 然後再來就是複選 複選我覺得很麻煩 然後也是最能看出你的實力的一個關卡 那首先儀態面試其實就是中文的面試 他看你這個人的口條 還有你的儀態O不OK 然後外語口試的話你可以選英文組或是西文組 所以如果有語言專長的人在這一塊會比較吃香 然後可以提一下的是如果你用西文組進去 你基本上你的國家路線會不會分到拉丁美洲 好 那體能檢測是因為我們出國有非常大的部分的行程是在表演 所以你體能檢測 我記得是要做出一些動作 像什麼跳得很高腳打開之類的 還有單腳平衡 就是不會太難 可是是其中一個部分 還有專長表現 專長表現是最需要準備的 你要從華語文教學 宣介台灣 然後音樂或舞蹈 然後這四個大項裡面選出一個 然後做出90分鐘嗎 還是3分鐘的 欸不是90秒 90秒或是3分鐘的表演 對 對 差很多 好 如果你很幸運的話 你複選過了進到決選 其實就剩沒多少人了 應該是大概200個左右 然後他決選會是一部分的複選成績加上網路票選 然後網路票選是今年選上的青年大使們公認最痛苦的一個階段 因為你要不斷的求助身邊的親朋好友 還有你的爸爸媽媽 甚至是就是很久沒有聯絡的 你都要拜託他幫你投票 然後就外交部的說法 這不僅是要宣傳這個活動 然後也是要讓你學會如何推銷你自己 可是這過程真的非常痛苦 就我覺得我這輩子應該不會再參加需要票選的活動了 因為真的很累 對 好 然後甄選的話 今年大概是一千 快要一千三百個人 然後最後會選出一百二十八個 好 那大家可以過目一下 這個就是當初最吸引我報名的 就是他的出訪國家的路線 那可以看到其實有一些小島 我們可能這輩子沒什麼機會去到的 像圖阿羅阿所羅門群道 或是三聖 這三個聖 聖文聖聖路西亞等等 可是這些裡面最吸引我的就是亞西級非洲團 因為我是學法文的 然後我一直對非洲大陸有很大的憧憬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這個 就覺得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我一定要報名 然後就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們 來 好 你可以請講給大家聽 然後這幾個路線 你會去到哪一個路線 他是用抽籤的 除了拉丁美中 你只能從拉美一團 和拉美二團中間抽一個 然後其他人是你可以這些抽 你有可能會去的 然後我非常幸運就是到了亞西級非洲團 就是我當初最想要去的國家 好 那接下來就 帶大家 看一看我們出國在做些什麼 欸 還沒 就是培訓課程 對 在出國之前有一個六個禮拜的培訓課程 那這個其實就是魔鬼訓練 就是他會 會有一個人是導演 導演負責所有的編排 然後他就會 他很兇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怎樣 就是 他會猴我們啊 然後就是 說什麼 就是 他會把你的自尊心踩在底下 然後就是逼大家 逼書那種向行李 然後其實 課程有學科的也有術科的 學科的就是 包括你要兩岸情勢 國際關係啊 國際禮儀 甚至是學你要怎麼跟媒體應答 你接受採訪的時候 有哪些該注意的事情 然後還有 還有沒寫到是外語課程 就是會有英文課 或是西班牙文的課程 然後還有多媒體課程的話 是因為我們要展現成果 所以會有影片製作 或者是我們要經營我們的Facebook的粉絲專頁 然後他也會教我們怎麼處理這方面 還有音樂舞蹈跟專業舞台算是最主要的部分 在訓練中是佔最大的部分 我們每天移到台藝大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是要到集合場 然後開始拉筋 或者是跑步啊等等 就是會持續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其實對不是科班出身的來講 這一部分還蠻困難的 然後其實可以看到像這些倒立的啊 其實很多這輩子根本沒有倒立過 可是他就可以藉由這個機會 開始學習一些不同領域的事情 像這個是耍大棋 是我們其中一個節目 還有就是還要學習像舞台裝啊 或者是怎麼訂馬克 然後怎麼音控怎麼燈光控 像這些那個黃山應該很清楚 因為我們裡面其實有很多人是舞蹈系的 所以就是就可以靠他們的專業知識來補足我們 對像他們就也都是我們團隊中的好朋友 那服裝其實這方面外交部我覺得下了蠻大的成本跟功夫 就是培訓的一開始他就會幫我們量身 然後就是做出我們出訪的時候要穿的衣服 然後其實因為培訓太累了 所以大家培訓完之後有些人瘦了五公斤之類 所以其實到後來這些衣服還是都要改 可是他們就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其實像這一套是左邊最常出現的是西裝外套加上洋裝 它其實是有點像旗袍 然後這個是長袖襯衫 然後它是叫青花池 就是有一點帶有中國風 對 還有這個是Polo 3 是在一些比較隨性的場合 可能是跟大學生們互動的時候會穿這一套 然後除此之外還有西裝長褲、便服長褲或是封衣外套等等的都有 那交流方式的話 首先是拜會 這個是所有交流方式裡面比較枯燥一點點的 就是我們會參訪譬如說當地的外交部、教育部 或是跟青年有關的政府機關 然後會跟他們 像這種是很常出現的就是我們的大使要跟他們的大使或是代表 互送禮物等等的 然後也會有一些需要我們學生公開發言的地方 那我在拜會的時候學到什麼的話 其實應該就是他們用的英文會跟我們的英文不太一樣 會有比較外交場合會出現的英文 就是一些正式的抬頭 那些是平常可能在台灣學英文所沒辦法接觸到的 好像這個是我們在史瓦季蘭的時候 接受他們的成間的live節目的專訪 然後這是早上六點半 所以其實可以知道我們出國的行程相當的緊湊 可是也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好那接下來是座談 是由接待我們的外館 就是台灣在當地的可能大使館或是代表處 他會安排一些當地比較好的大學的青年代表來跟我們對談 然後這是我最喜歡的交流方式 因為我們可以很直接的了解他們當地青年的想法 跟我們的有什麼不一樣 那像這個是在阿曼 這些包頭金的基本上是當地的大學生 然後還有幾個是他們的交換生 像譬如說來自捷克啊或是西班牙等等的 然後這些是南非的大學生 然後他們很特別 就是他們是一群很勇於表達心中想法的人 所以我對南非的人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們真的很熱情 而且不會羞於表達自己心中的想法 那這些是約旦的大學生 那約旦的女生其實相較於其他的中東國家 他們還滿開放的 是一群很愛打扮自己也會展現自己的女生 所以像其實中東的國家我們去了四個 然後四個國家都各自有自己的特色 像我們印象中的伊斯蘭國家可能都是很保守 可是像約旦就相較於其他是不保守的 像他們比較明顯的像他們的男生 就是會對台灣的女生就滿有興趣的 然後有時候可能就會偷摸你一下之類的 可是像在阿曼他們的男生就會完全不敢碰到女生 就是連碰到都不行 拍照的時候他就會躲在很遠的地方跟你拍照 對所以這樣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差別 對這些是史瓦基蘭的男生 然後他們也是非常熱情 對然後其實我在史瓦基蘭最驚訝的是 他們的大學生幾乎都已經有老婆有小孩了 對他們幾乎都是有家室的 我覺得原因應該是在於他們 國民的平均壽命不到40歲 所以他們的國家走在路上看不到老人 然後他們國家30歲以上的婦女 得艾滋病的幾率是50% 所以艾滋病在這個國家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在那邊參訪的時候也就是很直接的看到了 跟我們大學生的環境有什麼不一樣 對 再來是參訪就是我們會看到台灣在國外的大使館講什麼樣子 有些不是大使館可能是代表處 然後就會看到他們好像生活過得不錯喔 或者是好像過得不太好這樣 像這一個是南非 我非常喜歡他們的大使館 就是很漂亮然後他們感覺過得也很快樂 好這個是史瓦基蘭的古色古香 然後也不錯可是南非比較豪華一點 然後在史瓦基蘭印象最深刻應該是在那邊過了我20歲的生日 然後是一個驚喜就是我們團的老師 然後聯絡當地的大使館 然後請他們的大使跟大使夫人 就是去開車買一個起司蛋糕給我 然後就很感人 因為那時候就雖然沒有在台灣跟家人朋友過 可是就會覺得跟你一起出國的那一群人是你的家人 就是大家真的整團的氣氛是很好 然後感情也很緊密的 然後這個是約旦 約旦也是 喔像這一位李世銘大使 他是創辦這個青年大使計畫的創始人 所以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然後他們家就是也很棒 就是外面就有草地啊 然後就有小朋友跟寵物就可以在外面跑來跑去 對然後這是我們的Polo 3 所以我們就在地上拍了這樣的照片 還有這個是在巴林 然後因為他們當地有台灣派駐的農集團 所以在這裡我很驕傲的就是 大家都知道野藻在中東 是一個非常有名的 也非常盛產的一種甜點 可是他們這麼引以為傲的東西 竟然有一大部分是靠著台灣的農集團去指導他們在座而成的 所以台灣的農業技術這麼的棒 可是台灣人很多卻不知道 所以在這邊是我親身感覺到身為台灣人非常驕傲的一點 好接下來就是最主要的表演方式 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就是表演 那我在團隊裡面其實主要負責的應該算是書法 對我小時候有寫過書法 可是其實也沒有寫得很好 可是我在團隊裡面是負責這樣 所以我是到那邊才知道書法之餘外國人 是一個多麼美妙多麼特別的東西 還有三太子 就是我們帶著這位三太子 就是到了這麼多國家 然後他真的非常的麻煩 就是裝箱啊 然後而且又很重 就是為了帶著他 我們的操縱費就是十多萬 非常的嚇人 可是他很厲害 還可以把整個場子炒起來 就是可以讓氣氛非常的熱絡 好除此之外還有原住民舞 那可能有人知道前幾屆的金人大使有出過問題 就是因為帶原住民舞的衣服穿錯 或者是歌用錯 這是一個很嚴重很嚴重的錯誤 所以金人會修正這個錯誤 外交部就請了真正阿美族部落的人來教我們跳舞 所以這些服裝也是經過他們審核的 然後表演除了90分鐘的舞台劇以外 還有這樣子的小表演 那就是我們可能在拜會過程中啊 就會請舞蹈系的同學就是穿好 然後就在桌椅間跳舞這樣 然後這個是在約旦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也有 也不是小時候就是我會吹口琴 所以就會有口琴搭配二胡等等的 就是一些國樂的樂器 或是這也是舞蹈系的同學 然後每次就是演完之後 就會有觀眾很熱情的來合照啊 或是台鄉他都會請我們吃東西 或是送花給我們 所以其實在當地就是讓我們感覺到台灣的僑胞 還有台鄉真的非常熱情 而且我們的表演不只是給政府官員看 我們的表演也是給所有當地人 所有想要認識台灣文化的人 然後我們表演場地有像這一種 是國家級的劇院 然後或者是我們有時候會在很簡陋的 可能只是一個帳篷搭起來的地方就表演 因為想要讓就是 所有想要多認識台灣的人都可以來看 然後我覺得我們每一位團員都 從這個表演當中學習到很多 然後我們真的是用生命力在舞台上 想要讓大家看到台灣有多好 所以這對我來講是一個永生難忘的經驗 然後這是在約旦的一場 就是那場我們雖然準備沒有很充足 因為機票的問題 我們有三個人被留在南非 我們團隊也突然少了三個人 所以這是經過一場大班旅之後 臨時變出來的新表演 可是台下觀眾也很熱情 而且甚至在當地的報紙 他就寫說這是他們小鎮有史以來最好的表演 然後這是非常的感動 也覺得很特別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一場約旦的表演 台下看不到女生 就是他們女生基本上還是不太會出門 所以在這一種小鎮的話 對那這是其中一個就是表演與表演間會有書法 然後介紹中文字的意思和怎麼寫 那在回國之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你就有一個義務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你出國的時候發生了哪些事情 像這是之前我去中央廣播電台 然後他法語組就訪問我 然後也是關於這一趟旅程 或者是像這次外交部舉辦的成果發表會啊 我們就會把我們當地受訪過的報紙 或是一些紀念品等等的 就是陳列出來給民眾看 然後這是外交部很漂亮 然後就很感謝有這次的機會 讓我可以就是藏進去外交部 看到這一個不一樣的世界 還有就是 對總統受獎 就是有握手 可是我覺得還好 大家都很害怕 就有些人就是不敢握 可是就是太失禮了 大家大部分還是我 對我覺得未來一年可以看看 青年大使們的人生運勢會如何 對 好然後還有學校就是會有受訪啊 就也是校康或是校內廣播 像上次是外交部長來我們學校演講 然後結束之後就是 我有被找去跟外交部長講話 然後再結束之後呢就看到博慶 他就跑過來邀請我來焦點 所以我就來了 然後這個是上公視的節目 就是一個英文節目叫做台灣Outlook 就是我跟我一個朋友一起上去 也是講這一次的旅程 然後其他像是客威客外賓的晚宴 和南非使節的晚宴 之前外交部類似的晚宴的內容 他其實是請專業的 譬如說室內樂的合奏團去表演 可是因為有了今年的青年大使的團之後呢 他就變成改請我們 像我們是亞西及非洲團 所以我們就有到了這一些晚宴去表演 然後都是很難得的經驗 那除此之外就是大小場合 像這一種啊或是學校的 你就會有機會可以站在台上 跟別人分享你的經歷 對 那這是之前錄影的 好那 現在時間差不多 那我這個先挑過好了 就是我們有到去利亞難民營 然後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是一個我這輩子沒有機會到的地方 可是藉由青年大使的機會 我竟然去到了難民營 那統整一下這趟旅程 你大概可以得到哪一些東西 像公費出國的機會 其實在報名之前我不知道這個活動要不要錢 可是後來知道就是一切費用是全面的 包括衣服或者是培訓期間的食宿啊 還有出國期間其實每一天你可以拿到 50美金的生活費 就還不錯零用錢 就你出去買東西什麼 你可以使用那一些50美金 然後我回國的時候 甚至還帶了200美金給我媽媽說 這是那個用盛的 還有國家駐外機構接待 是因為我們平常出國可能 我們要嘛就是走觀光課 要嘛就是走刻苦的背包課 可是跟青年大使出去 你是看到的是各國的外交機關 然後我們出國就是都是可以走外交通道 這些我覺得是這輩子可能很難有第二次機會 可以這樣 還有學習不同領域專業知識 就是像之前我提到的就是培訓期間 像我們這次128位青年大使 就不僅是臥虎藏龍 也不僅是十八班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專長 讓你瞠目結色 像我們有亞洲的花式條酒冠軍啊 或是台灣極少數的男生在唱金劇的花旦的都有 就是很多怪咖 可是又讓你覺得他們怎麼這麼厲害 所以在這個團隊裡 我覺得讀什麼學校 然後成績好不好已經一點都不重要了 因為你就是要有一點可以讓大家記住你是誰 還有擴展人脈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大家都是很厲害的人也各自有自己的文化背景 像之前可能我沒機會接觸到舞蹈系的同學 就也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圈是什麼樣子 還有國樂系等等的 然後看這個外交現況的話 其實就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台灣的農技團的技術 還有大家可能不知道施瓦季蘭 現在他們的皇室的體檢團 全部都是台灣的醫療團去做的 還有剛提到的敘利亞難民營裡面 他們的不管是組合屋也好 或是照明設備等等 都是台灣投注了非常多的人力還有資金 才讓他們可以有現在這樣做的 比較好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很感謝這樣的機會 讓我看到不一樣的台灣 好最後就是 就是大家如果還是大可聲 就可以把握這樣子的機會 然後試著看到一個不一樣的自己 謝謝大家 所以他還有很多很精彩的部分 其實無法跟大家分享到 所以待會在交流時間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親自的去跟他聊聊 還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故事 可以讓大家聽到 因為我覺得其實他在台灣有很多資訊 是我們無法去 不是無法去接觸到 而是沒有去接觸到 就像他剛剛提到 跟外交部的資訊一樣 或是其實在學校或是政府機關 都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可以讓我們送出國 不管是國內、國外體驗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嘗試看看 不一樣的事情 會有發生不一樣的 很多很棒的經歷 那接下來呢 我們下一位分享者呢 是我們的Uber的實際三耀神 好嗎? 好啊